OK好那来看一下东基公司的主攻方向 阿富提夫卡战役 对东基公司的主攻方向 如果我们以轴线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由东南往西北的攻击轴线 它是一个前行公式 但是即便是前行 它也是一个由东南往西北的攻击轴线 那我们今天帮大家 大家特别标出来就是 深色的部分是2023年10月之前控制的区域 那比较浅的颜色是2023年10月之后到现在 就等于说整个东基公司 俄罗斯得到的部分 那大概上个三月份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还在节目里面还在预测 俄军的目标应该是推进到水藏区 那时候刚阿富提夫卡突破没多久 那那时候就是当然有很多媒体 很多军事专家在预估 所以那这一波俄军的目标会是哪里 那能不能做突破 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 已经预先跟大家预告 我们认为我们推测俄军的目标 应该是水藏区 那事实上俄军也是推进到水藏区 那这个地方会有点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的预估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那如果没有发生莫斯科恐攻的话 大概预军的整个 在阿富提夫卡这边的攻势 大概就会停止在 在逼近谢美尼 他不一定会拿下谢美尼 他不一定会拿下谢美尼 他就逼近谢美尼 把水藏区 这一线拿下来以后 大概就会停下来 那现在的大的问题就是 额 俄罗斯 莫斯克发生恐怖攻击之后 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在 战场上面的战略 有一些些的变化 但是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冬季攻势结束有点矛盾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尼夫西克那边会停下来 为什么这边有可能会持续进攻 地形不一样 第一个是地形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 在阿富迪夫卡这个方向 因为我们原本预期 如果俄罗斯夏季有攻势 这个也不是我们 只有我们预测 包含美国的智库 还有欧洲的一些智库 他们的预测跟我们大概都很接近 就是俄罗斯也许会在 就是目前看起来很大的迹象 会在夏季 进行一个大的攻势 那我们比较不能确定的 就是这个大的攻势的 攻击方向 会是哪个地方 那基于为了夏季的攻势做铺垫 甚至是阳攻或者是误导误军 所以这个地方会一直继续推 推到乌曼斯基 那我们的 我们的佐证就是我们看下一张 对这是我们把刚刚那张图再放大来看 这样比较清楚就是乌曼斯基跟 谢梅尼夫卡或是伯蒂奇 阿尔利夫卡这些村子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 乌曼斯基是属于 现在在构筑中的第三道防线的一部分 对原则上它跟前面这个是不一样 你说伯利奇 谢梅尼夫卡 阿尔利夫卡 托南基是第二道防线 从一开始就是被我截成两段的 对他又又跟重演那个 阿尔利夫卡的情况 所以乌曼斯基现在变成是一个 一个我们值得观察的地方 而事实上 俄军现在也是在朝着乌曼斯基前进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时候 大概这个线是在这里 今天我们讲的时候 昨天更新的这一片已经俄军控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会慢慢慢慢朝乌曼斯基的方向 我记得上老师还特别讲说 其实在乌曼斯基托南基 在往南就是在这个佩尔沃曼斯基 这个三角地带 其实乌军的防守力量其实不弱 那怎么看起来现在 对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 因为如果我们根据之前看到的 情报的资料 这边至少有两个驴 但看起来这两个驴好像 呃如果不是不是防御 防御的措施做的不够好 就是这两个驴再往后撤 OK 好像也不好像也也无可厚非啊 因为一直得到前线情报 就是在这边的防线都是匆匆 因为都是平原 然后临时构组的 所以我们的预测是这边的这两个 就53驴还有另外额外来支援的 另外一个驴 他们会徐徐向后撤 对因为损失太大 在平原里平原上面要去挡俄军 现在公司的代价太高 那 呃会不会退到乌曼斯基就停止 我们不知道 但是目前在平原上的部队 乌军的部队是的确在慢慢 往乌曼斯基的方向靠 但是会死守乌曼斯基吗 我们现在没 乌曼斯基其实也是一个撤退的中继点 我们现在没办法预估 但是因为 乌曼斯基的 地形比较特别 因为他的南面就是水库嘛 跟河流 所以在防御上面 他会跟宪美尼夫卡的西面 这边的高地的防御公司会连成一线 那俄军要不要在这个时间突破 这是一个 一个 我们可以观察俄军在夏季 想要做什么事的一个指标 如果他突破了呢 他守得住吗 俄军突破可以啊 突破可能 但是 现在这个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在对俄军的 的攻势 我都会非常的保守 就昨天晚上我在跟陆安平在 在讨论 就是他的预判啊 他的预判是比较 比较 大胆激进 那他的预判是俄军会往前 比较 有可能的话 尽可能往前 但是 我是纯粹就从后勤的角度 从物资的角度 我 我来 来描述 现在俄军的情况就是 目前的俄军就是 他这个已经不是一个 大规模进攻的一部分 而是 就是 你这边没有 政力没有人 我就往前推 然后就不断的把 前线往前推而已 嗯 对他不是一个 有计划的 对 连续性的攻势 他 就是尽可能的把部队往前推 但其实攻击动能已经没有了 因为攻击动能大概在 谢梅尼夫卡 奥尔利夫卡这边 甚至连 连推谢梅尼夫卡也是 火力侦察 那在这个火力侦察 当然 你可以打进去谢梅尼夫卡 但对 所以乌军也不是没有防御啊 他在这 这边高 这一侧高地的 火力覆盖 会让俄军前进很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呃 前天到昨天吧 在这一线 奥尼夫卡这一线 俄军有损失 而且损失还不小 嗯 对那 这就代表说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 一个 一个 有准备的公司 就包含了 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的连续应该要准备的 火力啊 洋工啊 资源啊 他并不是一整套 所以他就是 单独 小股部队前进 那能够占多少就占多少 那这个就表示整个攻击洞 已经 他可能也跟老师上礼拜预测一样 说原本他其实就推到水上区 然后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修整 然后呢 就是维持防线 可是就是因为 可能 不管是恐攻 或是说 对 这国内气氛 或普丁的要求 会 或前线的这个 战役 战役 比较 高啊 比较凶啦 对 然后就不应该要 不应该冲的时候冲 所以突然机制变看起来是 他也不是一个 就是冰封剑指乌曼斯基 但是他不是一个计划好的 说比如说 这个七天要推进多少 八天要推进多少 然后呢 这个后勤都有按照计划铺盘 因为一个攻击 一个标准公式 其实都会定计划 比如说 我多久的时间拿下 拉斯托基金罗 那你设定一个目标以后 承担这个目标 或者是任务的单位 他就知道 比如一个营要负责 拉斯托基金罗 那你是营长 所以你就可以 知道你应该要如何 运用你的资源跟人力 可以在这个期限之内 把拉斯托基金罗打下来 但是现在看 像谢梅尼夫卡这个很显然的 并没有一个定义的时间 就是打多少算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预估 大概这一波的攻势 就是 对俄罗斯来说 他已经达到他所需要的 因为对 对 顿涅斯克来说 他拉的纵盛已经足够了 OK 好 OK